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孵化汉地斯拉了 就是这个曾经虐了我千百遍的生物 只要把它孵化了之后 咱们就可以驯服它 孵化汉地斯拉的方式呢 有些特殊 我们需要先放一个核弹 然后呢再把这个汉地斯拉的弹给它放上去 最后我们引爆核弹就可以孵化它 现在呢我们先用这个遥控器给它绑定一下 然后呢咱们去挖泥土搭高 OK这个高度就差不多了 驯服汉地斯拉呢需要用到这个废料桶 难怪刚才又回家取了一些啊 13个那肯定是够了 那么现在启动起爆器 等待它爆炸 爆炸之后呢这个汉地斯拉就会被 就会被孵化啊 但是还没有驯服我们稍等一下 等着 哇兄弟们激动人心呀 这个时刻真的是等了很久很久 还没爆吗 哦蒙昧之人 取得了一个进度啊那应该是孵化了 我们现在要稍微等待一会儿 等待这个特效消失之后 我们再下去看一下 现在还是有伤害的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其实早该想到啊 这个汉地斯拉的孵化方式都这么硬核 它怎么可能害怕核弹 我们之前去用核弹炸汉地斯拉 它一点伤害都没有受到 好下去看一下 哎看到了在这儿 小小的一只 来来来赶紧驯服它一下 哎放错了 给它喂这个废料桶啊 把它再吃 好喂口呀少侠 继续 把这个驯服起来也确实比较难啊 还在吃 大哥 大哥 哦怪物之王 驯服了 它应该也是有三种形态的啊 停留 应该也是可以跟随 可以游荡的 跟随 游荡 哎没有错 但现在它没有长大啊 我们最好不要把它带到我们家里边 因为它的破坏力特别强 我们给它找一个风水宝地 让它慢慢的长大 走走走跟着我 我们就来这个坑的正中心 来来来下来了 快点 哎 什么意思啊 别跑 哎不行啊 兄弟们 这个东西有点不受控制 它还小啊 我们先用这个套锁把它套在岸上吧 好的 这个地方就OK了 我们把这个拴绳拿下来 还有这个栅栏 放在这儿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套锁取开 用拴绳把它拴在这儿 OKOK 你就在这边慢慢长大 哎不对 它是可以加速成长的 好像是要喂它这个废掉桶 对吧 我们试一下啊 给你吃 哎 怎么不能吃呀 难道是被这个拴绳拴着 它不吃吗 取一下 还不吃 有道 停留 哎 那应该就不行啊 兄弟们 那我们只能慢慢等待了 那我们等待的过程中呢 我们去搞一下我们这个装备什么的吧 让它在这边等着我 哎不对 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不是搞装备啊 一定要搞个命名牌 好不容易孵化了 没有命名牌 万一它消失了 那就麻烦了 快快快 先和这件事兑换绿宝石 然后呢 我们换一个命名牌 好的 来搞一个命名牌 二十颗绿宝石 虽然说它叫汉蒂斯拉 但是我觉得给它起一个哥斯拉的名字 更加的威武霸气 来吧 先给它命名 哦 它背上这个绿色的刺 它还一直在闪 看到没有 太炫酷了 OK 它还有十四分钟就长大了 那这一过程呢 咱们先去搞装备啊 十四分钟的话 咱们还可以做很多事 不要浪费时间 我们之前收获了很多特别好的装备啊 但是我们附魔的话 只有一个选项 那就是耐久 我想了一下 应该是那个模组附魔台不能用啊 所以说咱们再做一个普通的附魔台 然后呢 咱们再搞一些书架 做一个满级附魔台 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属性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不可能没有 书架的话 我们做十六个吧 应该是啊 十六个应该是满级附魔台 好 我们上楼放一下啊 好的 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属性 你看 汉永二 有啊 绝对是有的 这些法宝特别厉害 怎么可能不能附魔 还有天坠 看不懂啊 一呼百一四 哦 这个应该可以召唤很多的东西 还有这个 枯泽之音 啊 兄弟们 要附魔 要附魔 我们先去墨地啊 搞些经验 然后呢 回来附魔 太爽了 我就知道这些法宝 绝对不是鸡肋 来到这边之后呢 这个附魔台 好像是可以去魔的 我们可以先把其他的这些属性 给它去掉 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在附魔台用了 哎 怎么去 哦 这样应该就去魔了 看一下 哦 没有了 哦 是这样 还有这个 去魔 OK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在附魔台使用了 没了吧 哦 还有海螺 哦 这个有经验修补 这个就算了吧 好 兄弟们 开刷 这次呢 我们尽量多刷点经验 最起码得到四十几吧 因为我们一共有四个装备需要附魔 不是我怎么感觉这个效率这么低呢 难道说上边出了问题了吗 不应该吧 墨银满 哦 还在里边 那这个小黑的刷清量确实有点少啊 应该是有这个鱼的缘故 那就不管了 我们继续刷 上了三十几之后刷得越来越慢了 算了算了 兄弟们 咱们先回家吧 哎 我的剑 啊 我的墨银合金剑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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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哦 我想起来了 这个墨银合金 它是不会掉在虚空里边的 它是会上浮的 哎呦 吓死我了 真的吓我一跳 先去看一下这个汉迪斯拉长大了没有啊 千万不能错过它长大的一瞬间 哦 还没有长大 我怎么感觉它像一头鳄鱼呢 哎 你看这身上的鳞片什么的 和鳄鱼很像 还有五分钟 那五分钟的话 咱们应该是可以回去附魔的 先回去附魔 先附神机海洛 一呼百音寺 哦 可以啊 不过没有送的 灭绝长矛 哎 耐久 耐久我不要啊 兄弟们 耐久咱们不要 看一下这个法杖 潮水导致还有个水泡牢笼 咱们出去看一下这个附魔有什么用 先看这个法杖啊 我觉得应该是很强的 一呼百音我觉得看这个字面意思 应该是可以召唤更多的这个兄弟来帮助我们 先看海洋法杖 哇 我感觉这个速度变快了 哦 好像现在它是会追踪的 哎 你看 直接就 哎 你看 哇 哇 好厉害呀 太棒了 看一下这个海螺啊 我们稍微走远一点 这海螺应该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而且有很多附魔我们还没有啊 只附了一个一呼百音 应该还有其他的东西 试一下 来 哎 你看 兄弟的数量变多了 变了七八个 哇可以啊 兄弟们 行了 咱们先去看一下我们的汉蒂斯拉吧 千万不能凑顾他长大啊